哈喽大家好,我是六才 今天来继续大家超喜欢的排雷系列 最近某音上有两个产品特别的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 反正我是刷几个视频就能看见他们的广告 出现率真的是极高 那下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两个小视频 如果早知道这个东西 我就不刷马桶了 就这么摇一摇 奇怪的设计 可以照顾到平时刷不到的疯疯缝缝 喷上一圈 然后等几分钟 泡泡把马桶里的成年尿简全泡出来了 水一冲马桶内叫一个白金 而且刷头头前喷一下 再也不担心有异物见起 还自带虾物啊 关键是还能一军杀毒 那马桶啊是再也不用打扫 白刷马桶的姐妹一定要试试 你十分钟可以洗完十双鞋吗 我就可以 每次挤一点点慕丝 用水一冲哈 就有满满的泡泡 把鞋子往里一丢 浸泡个十分钟吧 十毛巾轻轻擦拭几遍 你看啊 发黄的鞋面鞋带都干净了 而且连九彩的黑印子也给你洗掉了 就连难洗的网面鞋 用它也能轻松洗干净 还不会挂挂网面 真是太好用了 你也可以试试啊 这两个产品是不是看着都觉得特别的好用 好像不买都对不起我这一分钟 所以我也把它们都请回了家 今天就来还原一下 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 这两件东西到底有没有他们这么神奇的功效 下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洗衣慕丝 按照视频里说的 先挤一些出来 然后加水 再把鞋子放进去泡着就可以了 我找了一双没有特别脏的鞋子 就是鞋面上有一些黑的 然后后面发黄了 再就是鞋带有一点点脏 那我们就先把它放进去泡个十分钟 看看它去黄去脏的效果怎么样 然后我还找了一件领子发黄的衣服 同样也看看它有没有效果 现在已经半个小时过去了 因为我怕像视频里说的 泡十分钟没有什么用 所以我特地多泡了一会儿 泡了半个小时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它到底怎么样了 先用水给它冲干净 大家可以看到 鞋底四周这一圈该是什么样 还是什么样 鞋面稍稍干净了一些 但是这几个地方是没有去掉的 然后鞋带的褶皱处也还是黑的 其他地方是干净的 清洁效果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普通 我现在用鞋刷辅助一下 看看能不能把这些脏的地方给刷干净 刷了十来分钟 干净了一丢丢 好吧我们现在再去看看衣服怎么样了 大家可以看到 该黄还是黄泡晒酒也没有用 而且搓了也都不行 这个清洁效果真的是太差强人意了 我不知道视频底下那些评论里面说 非常好用的是怎么来的 你们是怎么把衣服鞋子给洗干净呢 可以告诉我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马桶清洁泡泡胎的效果怎么样 说实话 我心里的预期已经没有那么高了 而且我为了测试它 这个长脚和马桶出水口已经很久没有刷了 我预感可能会刷不干净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来试试看 按照视频里的就是直接把它给喷上去 也不用刷 最后水一冲就干净了 这个马桶在喷的时候 它根本就没法像视频里面一样 一直附着在上面 它一喷就往下溜 能附着在这一圈上面的非常非常少 长脚我也已经都喷好了 而且现在泡泡也已经都化成水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冲一下 看看能不能见证奇迹 看吧 该是多脏还是多脏 马桶我现在也冲一下 其实我都不用想了 真的一点效果都没有 这个长脚我再用刷子刷一下 用刷子还是能够把屋子给刷干净的 但是要用刷子去刷 我也就没有必要用这个清洁剂了对不对 用其他的浴室清洁剂 同样也是能够刷干净的 而且这个量真的是很少 因为刚才我不是没有弄干净马桶吗 我就又喷了两次 结果还是不行 所以我一共是喷了一次墙角三次马桶 现在摇一摇这个量大概就只剩三分之一了 合着我花了39块钱 就只能喷四五次马桶呗 然后这个清洁效果也不用我再过多评价了 有图有真相 大家买不买自己看着办 我能帮你们的只有到这了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排雷系列 你们还想看什么也可以直接在评论区告诉我 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个关注转赞评哦 我是爱生活的李有才 关注我让你的生活更有才